大家好,这次我们讲一下下核神经解剖进行纵制的方法 下核神经属于三叉神经的一个分支 它是三叉神经最外侧的一个分支 我们来看,这是三叉神经节 往上有眼神经,中间有上核神经,下边是下核神经 这个位置在三叉神经节的外侧 是再往下走的比较垂直,是最垂直的一个神经 三叉神经其他两个分支,眼神经和上核神经是从感觉的神经 而下核神经是混合,既有感觉又有运动 那么同时感觉神经比较粗大,而运动神经相对比较小 因为整体上来讲,三叉神经属于一个感觉神经 它的感觉根本身都比较大,这个运动根比较小 这是它总体上的特点是感觉,因此感觉根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这张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三叉神经节 三叉神经节,验神经,上核神经,下核神经 下核神经穿卵圆孔,然后出炉 那么具体来说一下它的走行 这是验神经,三叉神经节,上核神经,下核神经 穿卵圆孔 那么由于下核神经是一个混合神经,既有运动 神经又有感觉神经,这两个根由双层硬脑膜所包裹 接着穿过卵圆孔穿出来 接着再分开 然后乱圆孔长什么样,这就是乱圆孔 下核神经穿乱圆孔 这是圆孔,是上核神经穿出的分质 这是眼神经,视神经 这是颅内的颈内动脉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它的分质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下核神经有涅身神经,去涅屈脱,那么还有往下走的这是咬肌神经 支配咬肌,这是咬肌 那么还有下牙草神经在下核骨里面,以及蛇神经 还有假神经往夹肌这个方向走 还有一个往返回往上走的,叫做耳涅神经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很清晰,耳涅神经 从耳到涅去,所以叫耳涅神经 这是三大神经节,下核神经 具体的走 好,我们首先讲一个,涅身神经 涅神经从卵阳孔穿出以后,穿 经过涅下窝,然后进入到涅积的深层之位涅积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图可以看,三大神经节,下核神经 穿出以后,马上往上走的,这就是涅神经 再有,咀嚼肌神经,也就是这个神经 咀嚼肌神经 那么它从涅窝者开始,涅下窝开始 穿下核骨,最后终止于咀嚼肌 它和这几个神经有,我和之,涅中神经 还有涅下核关节周围的感觉神经 以及涅积,涅积这个涅积的后身 涅积的后涅身神经,有交通 第三个是夹肌 支配夹肌的夹神经,就这个 夹神经,夹神经穿过下核骨的绘突 这是绘突,这是下核头 这是绘突,穿过绘突和上核 上核,这个粗笼 这个地方有粗笼,他们之间就这个地方往前走 那么支配,这个地方有一个夹肌 同时还支配意外肌 那有一组神经,细思加入到了前身涅积神经 也支配涅积 那再有就是涅外肌神经,涅内肌神经 他在神经节之后,一会儿我们会讲耳神经节 耳神经节之后,往后 往后他支配这个地方 意外肌和意内肌 同时 意内神经 他还支配 厄凡章脊和古墨章 那么这个神经在发出的时候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那就是脑膜支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 三丈神经节 上核神经 涅神经 这是下核神经 下核神经穿出以后 马上要返回来一个神经 就这个 穿出是通过卵阳孔 穿出是通过卵阳孔 那么在伤未穿出卵阳孔之前 有一个脑膜支从这里返回来 他怎么返回来 他和脑膜中动脉一起穿过 这个疾苦 因此这个地方也叫做基神经 那进入到卤脑 卤内以后 这个支配卤中窝的硬脑膜 所以下核神经有一个分支 他最后支配卤中窝的硬脑膜 那么再有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耳念神经 耳念神经 耳念神经顾名思义 二到孽去 他从后外侧 下核神经后外侧朝向下核 磕突 进这个地方延伸出去 那么接着绕行到 涅骨 涅骨 关节节节 就这个地方 涅骨节节 和 可以认为是下核骨的下核头 以及外耳道之间 往上 最后终止于涅区 他所支配的区域 在这个位置 当然耳这个地方也有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 他所支配的区域 耳念神经 第一个 外耳道 这一部分有耳平 耳阔 以及骨膜 还有 腮线 腮线 下核神经的中支 下核神经的中支 最重要的两个 那就是下核头神经和射神经 最大的一个末端 神经 那就是下核头神经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下核头神经 这个 下核头神经 他通过下核骨里面的下核管 那么最远到哪 到这个 这个下核骨最远的有个孔叫科孔 然后穿出来以后 不叫下核头神经 叫做科神经 那么在这个走行过程中 他发出分支 来支配牙齿牙银相邻的这个骨 那么穿出以后的科神经支配 这个地方下巴的皮肤和粘膜 还有一个中支是蛇神经 这个 蛇神经 蛇神经的吻合支 有下核神经骨锁 那就是来自面 面神经的骨锁 蛇下神经 还有下核蛇骨神经 那么蛇神经最后支配得去 蛇软鳄牙银和口腔的提供 那么再有 这个地方有两个比较重要的 交感神经节 第一个是下核下神经节 就这个 下核下神经节 它有三个神经根 分别是副交感神经根 副交感神经根 从中枢这开始的话 那就是脑干里面的上蜜祥核 就是脑干里面有一个包体聚集的位置 上蜜祥核 然后从这发出一个神经 也就是一个轴突 它经过面神经的骨锁 那么加入到了下核神经的蛇神经 所以你看它的起点 是在脑干里面的上蜜祥核 走了面神经这个高速公路 接着走了骨锁这个高速公路 接着走了下核神经 接着走了下核神经的蛇神经 最后达到达到这个下核下神经节 这是这个神经 它的来源 以及它走行的高速公路 那么还有一个神经根 是来源于面动脉的交感神经 感觉跟直接就来源于这个蛇神经 那么这个神经 发出的分支支配什么 支配蛇下线和下核下线 这些线体 那第二个是耳神经节 就这个神经节 在哪 在下核神经 这是下核神经 下核神经的内侧 这是口腔内 我们看到的这个泡面 它在下核神经的内侧 卵圆孔 这是卵圆孔 卵圆孔的下方 它也有这个三个神经根 分别是不结合神经根 不结合神经根 来源于脑干里面的下密相核 那么接着它走到这个神经 颜小神经 然后进入到 接着进入到这个神经节内 换圆 换圆 然后发出结后神经线位 发出结后神经线位 又走在哪个神经里面呢 耳涅神经 耳涅神经 这个地方 有一个分支 进入到三线 来管三线的分泌 那么还有胶杆根 胶杆根 胶杆根根 它来自于脑膜中动脉 脑膜中动脉的胶杆神经 那么运动根 来自于下核神经 这个地方 来自下核神经 这个运动根 来自于下核神经 我们知道 下核神经是一个混合神经 它既有管感觉 又管运动 运动的比较小 刚才说的这个神经 但是这里面比较小的神经 进入到耳神经节 然后 这个地方的 结后 神经行为 分布在骨膜张机 还有恶凡张机 这个地方 支持它的运动根 那么还有感觉根 感觉根直接就来源于 耳念神经 刚才我们讲的 耳念神经 通过这个神经节 最后分布在三线这个地方 关于这个神经的松弛方法 那第一个是口外 通过口腔外侧 我们可以参考前面的三叉 神经节的松弛方法 影响到三叉神经节 同时三叉神经节 那个手法也会影响到 软骨 来治疗 这个下核神经 那么还有 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耳念神经 刚才我们讲了 耳念神经 它分布的区域 其实有外耳道 骨膜 捏区的后腹 松弛的方法 我们首先在找到它 怎么找到 首先找到耳瓶 耳瓶前方能摸到波动的动脉 捏腺动脉 捏腺动脉后方就是耳念神经 你可以沿着它 往捏区这个地方走 那么找到比较敏感的区域 来进行数值 那么关于外耳道这个位置 关于耳耳道可不是一个神经所支配的 它有耳念神经 和颈神经从道耳至 那这是最重要的 外耳道 主要是这两个神经 当然有一部分是迷走时期的分支 我们可以通过棉签 或者通过其他的 来刺激 这个地方比较敏感的区域 那再有 就是下颌 舌骨支 其实就是舌神经的分支 它在下颌 下窝 下颌骨 下方的下窝里 那么沿着下颌骨 那么沿着下颌骨 脚侧也就是下方 这边寻找下颌舌骨筋 然后在这个地方 找到敏感区域 来进行按压 松弛 这个舌神经的分支 下颌舌骨 神经 第五个是 科孔 其实就是科神经 我们知道 下颌骨神经 通过 进入到 这个骨里面 远端 通过科孔 传出来 这是 下颌骨神经 传出来 有科神经 它离前正中 前正中 盘开 大概是 两到三厘米 你能摸到一个 明显藤重的区域 按照这个位置 你可以往远端牵拉 对这个神经 进行松弛 也可以通过 口内的方法 下颌舌神经 通过 通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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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颌 这个下颌骨 这有一个下颌骨 进入到 下颌骨里 那么这个地方 是通过口内 可以触摸得到 但是这个 比较困难 教会不是太别好 有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做一个辅助的方法 当然了 如果 出现了 磕神经 或者说下颌神经 出现问题 出现了 需要我们治疗的时候 很多 也会伴有 比如 上颌神经 眼神经 其他 神经的 这个 这个 炸 那么因此 对于磕神经 磕孔 这个地方 治疗的时候 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 往了 矿下 矿上 这个 矿上神经 矿下神经 一起来进行松弛 那可以用这种方法 把这三个神经 分别来进行 或者说同时 来进行松弛 适应症 你说下颌神经 这些 中肢 它适应症 有哪些 治疗 中肢 这个松弛的方法 适应症 有鼻度炎 炎炎的问题 面神经 下颌神经 也和面神经 有吻合 还有颜面部外伤 等等 我们可以用 这种方式 来进行处注